下列珠反应为乳素有机物之质被合者证券 A选一下 以锡加锈 以锡具有双键加上锈为加成反应 因此锈接过来 拍键打断 产物为一二二锈一碗才对 因此A选项不对 B选项 丙锡加上锈一样为加成反应 也就是锈接到双键的碳上 将拍键打断 产物为一二二锈丙碗 因此B选项是正确的 C选项 二甲基丙碗与锈化氢的反应 如果这个是取代反应的话 也就是会将氢跟氢交换 为什么 因为碳氢碳电数比较大 氢带正电 所以HBR也是氢带部分正电交换 但是交换碗还是一样 因此表示 丙碗跟HBR并不会进行反应 所以C选项不对 D选项 丙缺加上两倍的 锈化氢 缺就有两个拍键 也就是它有三键 进行加成反应 但是三键上的碳 的氢数目不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要遵守 马可尼可夫法则 也就是加成时候 氢先加在氢较多的碳上 因此氢接过来 绣再接过去 但是有两个拍键 系数也有二 因此要接两次 打断两根拍键 所以残务应该为 二二二秀 丙碗才对 因此 第一选项并不正确 一选项 本与乳素要进行 取代反应 残务才会变绿本 也就是氢跟氯交换 进行取代反应 但是有条件 其催化器要为 F1 CL3 氯化铁材正确 而不是用 撕氯化当容器 因此 E选项不对 最后F选项 乙醇 CH3 CSO 与HBR 两者会进行取代反应 因此 乙醇上的枪漆 会跟HBR的锈 进行取代反应 原因 碳跟氧电路大 带有部分负电 HBR锈电路比较大 带有部分负电 因此负电会跟负电交换 产物为 秀以晚才断 因此F选项并不正确 答案仅为B选项